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该如何面对呢 作者在过关斩将过程中努力学习着 就让我们一起与他同行吧 今天我要读的是其中一篇 为你的快乐负起责任 有读者写信告诉我 看了我的书瞬间就变得快乐起来 也有读者写信来抱怨自己过得不快乐 希望我能帮助他 其实你快乐与否 真的是你自己的事情 一本书可以让你变得很快乐 而别人的一句话可能会让你不开心 这样你就把自己的快乐与否的权利交给别人了 生活是你自己在过 你必须体会到这一点 为自己的生活和快乐负起责任 当下的力量作者 艾克哈特托勒就说过 我们要分清楚生活和生活情境之间的不同 生活应该是永远美好的 只不过生活当中有一些情境会让我们失望痛苦 为什么生活是美好的 因为它就是如是如实般的存在 不会因为我们的批判论断而有所改变 如果想要快乐 第一步就是要和自己的生活和睦相处 不去抗拒它 生活就像大海 而生活情境就像大海的波浪 也许我们不太喜欢太大的浪花 但大海始终都在那里 一直都是宁静的 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无助 是生活情境的受害者 可是我们并未意识到 受害者没有谦卑的心 他们不愿意承担生活 及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状况 带来的麻烦痛苦羞辱和不堪 不能以柔软的心接纳生活的安排 所以我们不快乐 以为把不快乐当成抗拒的工具 就可以改变自己所面临的生活情境 结果生活情境不但没有改变 反而更糟了 因为我们聚焦在让自己不快乐的事物上 不断的放大增强他们的影响力 你想要快乐 很简单 先向你的生活和生活情境举个工 真心接纳他们 然后你可以祈求更高的智慧 给你力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情境 所以我说我们常常把力量用错地方了 我们不应该抗拒生活和生活情境 也别坐在那里抱怨 而是应该先向他们臣服 然后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 去改变自己不喜欢的生活情境 请将抗拒抱怨 转变为臣服行动 我们会对外界的人事物感到厌烦 是因为对自己厌烦 失落了与真实自我的联系 而一颗开放谦卑的心 可以让我们少受很多苦 也许你会问那我要怎样才能做到不抗拒 甚至臣服于他呢 在这里我要教大家一些最简单的方法 下次如果你又觉得身边的人事物让你厌烦 或是感到不快乐时 就闭上眼睛回到内心问自己 我是否可以欢迎他 答案显然一定是 不 我怎么可能欢迎他 没关系 因为当你能够这样问自己时 就表示你已经把自己和让你讨厌的生活情境 或负面情绪之间的距离拉开 而不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或是无意识地认同他们 沉浸在问题之中猛钻牛角尖了 接下来请再问问自己 我是否可以允许它存在 当你问自己这个问题时 其实你心知肚明 不管你允许或不允许 它都已经存在了 然而即使你勉强委屈地回答 好吧 你也会觉得有一股小小的力量 由心底升起 因为你允许了一件 你不喜欢的事物存在 这就是臣服的第一步 请试着经常回到内心 去观察自己 跟自己在一起 也许一开始会很不习惯 因为你十分厌烦你自己 或你的生活情境 逃都来不及呢 可是当你逐渐把眼光 由外界收回自己身上时 你就会发现 内在的力量正在慢慢累积 增长 和自己的关系也逐步改善了 千万不要放弃 把你想要放弃的能量 转化成正面的能量吧 其实它们的性质都一样 只是你以前没看到自己 是有其他选择的 给亲爱的你 我们必须为进入自己生命中的人 事物负起全部责任 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快乐 也接受人生的不完美 心甘情愿地学习 臣服的功课 找到一种追求美好生活的快捷方式 而最好的方法 就是从当下开始 谢谢你听完我选的书 希望你听完之后 有好心情 并且充满力量 让我们一起 爱上自己的不完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